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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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父老乡亲 今日 陕西机器制补局开工 有人喜之 赞其推陈出新 有人获之 因其前所未有 有人拒之 怕祖制从此毁于一旦 然则所谓祖制 亦成垂木 然则旧法 难以为继 像我大清朝 昔日 五大洲中之最强之国 而如今 已沦为 小邦思议轻武之对象 通州兵败 圆明圆之难 马尾海战历历在目 痛彻肺腑 凡是有识之事 无不欲奋法自强 而欲自强 必先理财 欲自强 必图振作 而今日 陕西机器制补局之成立 则是破除旧法 势比之长 去我之短 建树千年未有之奇业 遏制洋人弃眼 重振大清国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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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进去吧 大家一起来 二少爷 您回来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刚到 还没回家呢 我来交账 坐坐坐坐 喝口茶 堂掌柜呢 堂掌柜今天出去了 对了 这人都上哪儿去了 大家都去看热闹了 就我一个人看店 看什么热闹 听说今天陕西支部局开业 这么快啊 我寻思怎么也得下个月啊 二少爷 你也去看热闹啊 当然了 那你可得小心一点 听说 今天京阳所有的土部之户 和商户们都联合起来了 还准备了铁锹棍棒 看来会有一场恶斗 你说什么 二少爷 到时候你可得站远了一点 免得见你一身血啊 二少爷 小心一点 二少爷 赵大人 双奶奶 二爷 所有机器都已经准备就绪 好 陕西机器支部局正式开工 好 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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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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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要出事 怎么了 关地机器支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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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机器关出去 关机器支部局 关机器支部局 要徒步不要严股 要徒步不要严股 关地机器支部局 关地机器支部局 速去县衙调兵 是 韩南春 护着吴老爷 赵大人先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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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人在此兴办洋务 乃是受朝廷重拓 而机器支部 已是大势所趋 你们在此如此行事 乃是道行逆势 赵大人 我们就是为了活一大选 对 我们就是活一大选 你们要求 我已了然 五日 则会给你们一个答复 那现在 我命令你们就地解散 凡是立刻离去者 既往不咎 若是留下声势 立刻逮捕法办 各位乡林 我是陕西机器支部局的会伴 你们刚才说的生计问题 其实我们都有 干什么 等我们这样看 谁敢 你们谁敢 别别别 你们干什么 都住手 都住手 住手 少奶奶 快走 快走 快快快 少奶奶 快走吧 快快快 来 来 干什么你们 我都砸到了你 追什么 少奶奶 你没事吧 大家听我说 不能走 不能走 你们不能走 别走 别走 不能走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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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开 放开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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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上都是错论分枪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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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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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这里危险 你先走 别砸了 都别砸了 别砸了 别砸了 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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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砸了 别砸了 走开 放车 放车 别砸了 大家别砸了 听我说 别砸了 不认掌心 你怎么会是 谁 随着 这人死了 你了 你这人死了 你这人死了 幸运 这人死了 你救了 把他们统统给我抓起来 来 慢一点 把他扶起来 来 慢一点 把他扶起来 来 慢一点 把他扶起来 找个地方让他坐一坐 快 带他去找大夫 是 大人 夫人 我们这次损失惨重 李宗监 他过去 夫人 叔妹在街上 国际旧大夫 老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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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听说少奶奶当场就吐了一大口血 严重吗 不知道 梁大夫已经赶去冬院了 老爺也过去了 现在夫人也准备去探望 我也去 后来增援的冰冰赶到 抓了一些人 不过 那些杨机器基本上全都被砸烂了 王德根这种蠢人 使唤起来 还真的分外得心应手啊 我就爱使唤这样的人 那陶掌柜呢 增援的冰冰一到 他就偷偷溜走了 他这种人真的是够机灵的 我就喜欢跟他打交道 我们总算是完成了一件大事 还没完呢 还有一件事 到时候 你联络一些士绅 造点声势出来 是 对了 我在现场还看到一个人 拼命地维护陕西集许支部局 谁啊 沈兴怡 沈兴怡 这个二少爷 关键时刻 真的能给我们帮忙吗